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老公让刚怀孕的 我辞职回他老家养胎 顺便照顾身体不好的婆婆和大姑姐 那刚上小学的小孩 我问 那我回去住哪儿 老公 你把你婚前买的那套房子卖了吧 给咱老家扩建一下 我可现在行情不好 谁愿意接手 老公满意地连连向我保证 包在我身上 而他所谓的包在他身上 就是想方设法 让我将房子免费送给他家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使手段了 和老公备孕多年 我终于怀孕了 拿到检查报告的那一刻 我激动地给老公发去了信息 老公 我怀孕了 我幻想过很多种 他得知我怀孕后的反应 比如兴奋地给我打电话 叫我待在原地不要动 然后捧着一束鲜花过来接我 又或者是立马给我打来电话 然后激动得口齿不清 可事实证明 我这确实属于恋爱脑晚期 老公过了好几分钟 才给我回复消息 那你辞职回家养胎吧 我正在了原地 握在指尖的检查报告 差点滑落在地 我试探地问他 可妈他身体不好 老公回复 正好啊 你可以顺便照顾一下他 顺便帮我姐看看孩子 我震惊得心情久久不能停静 可我怀孕了 怎么照顾你妈跟侄子 老婆 你是怀孕了 又不是残废了 况且 专家都说了 孕妇在孕期要多活动 后面才好顺产 我在心底冷哼了一声 咬咬牙又问 若我回你们老家养胎 那我回去住哪 又住那个一大早 就被人围观的堂屋吗 他们老家 我去过的次数 屈指可数 原因是老家的房 总共就两个房间 大姑姐也常年住在老家 因此 每次回去 我都跟老公凑合着 在客厅睡觉 一大早 就会被村里的人围观 着实有些尴尬 所以我极其不愿意回去 没想到 老公看了消息后 直接给我打来了电话 那你把咱们 现在住的那套房子 卖了吧 给咱老家扩建一下 这样 咱们每年回去 也有地方住 爸妈和姐姐 他们平时住着也舒坦 真敢想 我问 现在房价缩水这么厉害 找谁来接手 卖是不可能卖的 这可是我的婚前财产 听到我松了口 电话那头的老公 显得异常高兴 别担心 这事我来解决 我直接挂掉了电话 然后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她 我怀孕了 准备回来养胎 爸妈 没有问我原因 很高兴地向我保证 一定把我照顾得好好的 回家后 我火速收拾好了东西 准备离开 可 老公却回来了 他看见地上的行李 并没有多想 只是用他 那双深情的眼睛 看着我 老婆 先别着急收拾东西 妈他们正在往这边赶 我以为 他是跟婆婆商量好了 让他过来照顾我 还在心里激动了一番 可现实又无情地 给了我一个打击 让我明白 恋爱脑袋不打掉 可是会危害生命的 他们老家离我房子 这里有六个小时的车程 在这六个小时里 老公也时时刻刻紧盯着我 他害怕我突然反悔 更害怕我逃跑 表面上对我嘘寒问暖 实际上连上厕所 都要跟着我去 美其名曰 害怕我不小心摔倒了 孕早期不能摔跤 我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我不曾发现 相处了好几年的枕边人 居然可以让人害怕到这种程度 但我还是趁着老公 接电话的时候 偷偷地在我跟我爸妈的 三人聊天群里发了条信息 我家 素来 然后将手机放进口袋 安静地坐在老公身边 期间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问他 老公 你今天不用上班吗 我请假了 你那工作不是不好请假吗 现在好请了 呵呵 不是现在请假容易 而是有利于他们家的事情 请假容易 对了 妈身体不好 坐这么久的车行吗 老公望着我 深情的眼神中露出 藏不住的一丝嫌弃 可他一听说你怀孕了 就激动地连忙叫姐姐她们 丢下工作过来看你 你看 你婆婆和大姑姐对你多好 鬼才相信 怕不是有什么巨大的阴谋等着我 我的内心更加忐忑了 这个世界上 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 就是等待死亡 人永远会对未知的东西 而感到恐惧 我的这种恐惧 随着婆婆跟大姑姐一家 到来的时候 而消失 婆婆一进门 就开始假意向我嘘寒问暖 站着干什么 快坐着 感觉身体怎么样 有没有很想吐 大姑姐则趾高气扬地吐槽 自己的妈 怀孕哪有那么矫情 老公侄子也在一边附和 是啊 旧妈 我妈怀我的时候 还干农活呢 小小年纪就懂得趋炎复始 婆婆也是 一点多余的关心 都不舍得给 听闻大姑姐的话后 立马变了脸色 她拉着我 坐在了沙发上 一旁的老公 公公 大姑姐 一家团团 将我围住 婆婆率先开口 白雪啊 听我家余静说 你准备把你这套房卖了 给我们老家扩建 我就说我家余静眼光好 你这孩子也真是孝顺 余静在旁边附和 对啊 妈 正好白雪怀孕了 以后就可以回老家养胎了 婆婆一听 脸色瞬间变了 黑着脸问我 你要回老家养胎 可我这老婆子身体不好 咋照顾你哦 余静连忙解释 妈 她不用人照顾 怀个孕而已 又不是缺胳膊断腿了 相反 她还可以照顾你 顺便将浩浩也照看到 婆婆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她又瞥向大姑姐 大姑姐正拨弄着她的指甲盖 听到余静的话后 她不懈地扯了扯嘴角 婆婆又恢复成一副慈爱的模样 看向我 你有心了 儿媳妇 既然如此 那就像你们决定的那样做吧 我也装作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 妈 这房子可以卖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现在房价这么低 卖房会很亏的 要不这样吧 老家用车的机会不多 姐姐他们那车空着也是空着 要不让姐姐先把他们那车卖了吧 咱先把老家的房子扩建一下 等后面我把房子卖了后 再把钱拿给姐姐 大姑姐一听这话瞬间跳脚 弟妹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们家修房子 叫我们家卖车 于静姐夫也在一旁附和 是啊 自己不肯卖房 怂恿我们卖车 不知道安的什么心 他们可能忘了 当初买车的时候 可是婆婆和公公 在我面前哭穷哭了好久 说不能让大姑姐婆家那边的人 看不起她 我这才松口 让老公将钱借给她 还是于静跟我大吵了一架 说我同为女人 应该理解姐姐在婆家的难处 还说我拿了她们多少多少彩礼 半九席用了她们家多少钱 实则彩礼一万二 半九席也是村里最便宜的流水席 那时候年轻 抵不住她这样一击 直接赚了十万块给她 并趾高气扬地说 我不欠你们家了 现在想想 我那时候真是蠢得没对手 而大姑姐一家拿到的这钱 到现在还没还呢 后来我跟于静和好了 想的是家和万事兴 都是一家人 不用太计较 可有些人就是这样 你不跟她计较 她反而会跟你计较 我冷冷地望着她们 我不是说了吗 暂时的 以后等我这房子卖了 钱就还给你们了 带姑姐直接我大吼 不行 弟妹 你心机怎么能这么深沉 不想卖房就直说 还想拿我们的钱 来给你们修房子 这房子修好了 以后有我的份吗 根本不会有 啊 我不信 老公侄子也在一旁 怒气冲冲地看着我 舅妈 你怎么能这样 我们家好不容易能买个车 我同学不知道多羡慕我 卖车 我第一个不同意 公公也在一旁默默点头 老公笑着打圆场 姐 白雪 白雪说笑的 说完她又望着我 老婆 你看你打算卖这房子了 对吧 卖给外面的人 肯定是亏钱的 对吧 既然都是亏钱 那不如便宜自己家的人 我的心寒到了谷底 我终于明白了 他们此行的目的 也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当我提出 卖大姑姐家的车的时候 大家的反应会这么大 于静说 姐姐跟姐夫 想在我这边来上班 不如就将房子 卖给他们可好 这样我也能蹭着住一住 不用再出去租房了 算盘打得叮当响 不仅要叫怀孕的 我回去给她照顾妈 照顾侄子 还想白拿我的房 说是把房卖给大姑姐 到时候又得打口头欠条 这钱还能拿回来吗 此时 一家老小都用 不怀好意的眼神望着我 好像只要我一说同意 下一秒 就会被他们分失了一般 我偷偷地看了一下时间 又不合时宜地问了一句 姐姐他们现在 应该有些困难吧 这房卖了拿不到钱 老家的房子扩建怎么办 没想到大姑姐 轻飘飘地来了一句 你去找你爸妈要呗 你现在怀孕了 也工作不了 全靠我弟弟一个人 挣钱怎么行 你娘家不得资助一点 听着门外的动静 我音量提高了几分 行 那我问问我爸妈 咔嚓 门开了 我妈淡定地说了一句 哟 这么多人呢 知道雪儿怀孕了 过来给她庆祝的吗 一家人面面相去 皆是沉默不语 我妈又看向我问 刚听你说 要问问我跟你爸 想问什么 还未等我开口 大姑姐儿子就跑过去 指着我爸妈大叫 这是我舅舅的房子 你们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你们这两个小偷 我叫警察叔叔把你们抓走 于静尴尬地连忙过去拉住他侄子 然后谄媚地向我爸妈道歉 爸妈 小孩子不懂事 你们别放在心上 他忌惮我妈 至少此刻忌惮 毕竟我这套房子的房本 还在我妈手上呢 我妈摆了摆手 然后静止向我走来 直接无视于尽一家人 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向我说 看样子还没吃饭吧 怀孕怎么能饿肚子 说完就将我从沙发上拉了起来 走回家吃饭 你舅舅舅妈 小姨小姨父 还有大伯大伯母 他们知道你怀孕了 早就在大酒店里 定好位置给你庆祝了 这时 婆婆慢悠悠地站起了身 庆家母 我和我们家老头 跟于静姐姐一家 也是专程过来 给白雪他们庆祝的 我妈瞥了一眼大姑姐 大姑姐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我妈双手还胸 既然如此 那一起 婆婆一家都忍不住兴奋了起来 大姑姐儿子更是直接跳了起来 一边跳一边拍手 好哦 好哦 可以去大酒店里吃好吃的了 我看着我妈淡定地掏出手机 当着一屋子的人的面 打了个电话 弟弟 你们先吃着 我们就不过去了 说完又不顾婆婆的脸色 补了一句 我庆家也过来给雪儿庆祝了 说是请我们吃饭 我们盛情难缺呀 然后她就挂掉了电话 望向婆婆 庆家母 走吧 既然是给雪儿小两口庆祝 那去大酒店不过分吧 婆婆尴尬地点了点头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然后又可怜巴巴地望向老公 我看见老公对着她妈点了点头 可能是在告诉她妈 这顿饭她会给钱的吧 婆婆这才松了一口气 底气十足地招呼我爸妈外出吃饭 到了酒店后 老公和婆婆为了挣面子 哪样菜贵点哪样 大姑姐一家也毫不口软 一个劲地在那里吃 每个菜只要转到我爸妈那边 就已经见底了 而公公婆婆 一个劲地在一旁咽口水 却怎么也不动筷子 公公倒是想吃 只是婆婆一直拦着 并尴尬地笑着 对我妈说 这些东西 我们已经吃腻了 庆家母 你们跟雪儿多吃点 这种欲盖弥彰的样子 让我忍不住在心底发酵 我爸妈又不是不知道 他们家什么条件 我妈给我爸使了一个眼色 我爸就将我老公叫了出去 婆婆见自家儿子离开 肉眼可见的慌乱了 她起身连忙说 大家也吃得差不多了 要不一块儿走吧 我妈定定地坐在那里 不着急 庆家母 我们这么久没见 坐下来好好聊会儿天 婆婆忘了一眼老公的背影 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这吃饭的地方聊太久 人家老板会不高兴的 要不咱们还是回家聊吧 我妈皮笑肉不笑 这里是大城市 大酒店 怎么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婆婆的笑容 僵在了脸上 为了面子 她忍着心慌坐了下来 我妈有一搭没一搭地找她说话 见时机到了 便起身叫来了服务员买单 服务员 请问你们哪位买单 我妈指了指婆婆 这位女士 服务员对着婆婆俯身 女士请跟我来 婆婆颤微微地跟了出去 大姑姐一家 全程视若无睹 埋头苦吃 我悄悄问我妈 她给于静打电话怎么办 我妈淡定地说 她打不通的 不一会儿 大姑姐的电话响起了 她看了一眼来便显示 直接挂了 走过了一会儿 婆婆面色难堪地走了进来 她低头静止走到了 大姑姐面前 于薇 你过来一下 然后悄悄地在 大姑姐耳边说了些话 大姑姐就不情不愿地 跟着走了 等他们买完单 我爸跟于静也过来了 于静的脸色不怎么好看 大姑姐更是满脸怒气 她不顾在场的所有人 静直朝于静走了过去 将账单扔在了于静胸口 大吼道 什么破地方 这么点东西就是两万多 于静 这钱你得让你老婆还给我 是你们要请客吃饭 不能让我当冤大头 于静姐夫也在一旁附和 是啊 弟弟 这弟妹怀孕 要来大酒店吃饭 不能让咱们俩买单不是 于静侄子嘴里还塞着东西 含糊不清地朝我说话 舅妈 你把钱还给我妈吧 那是我妈准备带我去旅游的钱 说完拿着打包盒 继续将桌上剩下的饭菜打包 我正在了原地 我诧异的并不是他们说的那些话 而是他们能够随随便便拿出两万块去旅游 却拿不出钱来还给我们 我冷冷地看着于静 他们一家的脸在我爸妈面前彻底挂不住了 于静在他姐耳边小声地说了几句 大姑姐才没有再闹腾 吃完饭后 我爸妈一心想要将我带回娘家 公公婆婆和大姑姐一家都死死地盯着于静 所有人都疯狂地给他使眼色 想让他将我留住 毕竟房子的事情还没解决 于静还是厚着脸皮 拉着我的手道 老婆 咱们先回去把你怀孕的事情商量好行吗 婆婆也拉住我的手 是啊 雪儿 咱婆媳俩也好久没见了 回去咱们好好说说话 大姑姐双手还胸 不懈地瞥了我一眼 嘖嘖嘖 脸真大呀 自家婆婆都这么卑微了 还端着呢 我妈直接将我拉了过去 贴了大姑姐一眼 然后对着于静冷声道 有什么好商量的 她身体条件允许就去工作 不允许就辞职回家 安心养胎 大姑姐说得倒是容易 辞职了叫我弟弟养吗 我妈冷哼 于静 你现在连一个孕妇都养不起吗 于静弯了大姑姐一眼 然后对着我妈谄媚地笑着 当然养得起 就是我妈不习惯城市的生活 所以我就想着 让雪儿回咱们老家养胎 我妈被气笑了 你让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人 去你们那连厕所 都要摸黑进去的地方养胎 开什么玩笑 且不说她能不能习惯 你们老家的生活 我就想问 她回去住哪儿 是依然住你们所谓的堂屋 还是住你爸妈房间 说完她看了一眼 于静姐姐一家 亦或是住你姐的房间 大姑姐又跳脚了 凭什么住我房间 我是结婚了 又不是死了 现在还搞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那一套呢 阿姨 你和你女儿都是女人 怎么还如此打压其他女人呢 我妈无语至极 看来你也明白这个道理吗 那怎么你们家的所有事 你都让于静去解决呢 不是男女平等吗 你就算出嫁了 也是你妈的女儿 是不是有事 就该跟你弟弟一块分担呢 大姑姐还想开口 被于静拦了下来 她对我妈说 既然要回老家 我们肯定会把雪儿安顿好的 我装作善解人意的样子 对于静道 老公 既然要回老家 那现在我想多陪陪我爸妈 说完我又用手机 给她发了一条信息 房子的事情放心 她过去悄悄给她爸妈说了两句话 然后一家人就这样目送我跟我爸妈离开了 我妈火冒三丈 想要质问我 我给她使了十眼色 回去再说 既然他们这么不要脸 那后面的事就不能怪我了 回到家后 于静一个静地给我发信息 怎么样 房本能不能拿到 你别告诉你爸妈钱用来给我老家扩建 那样他们会对我有不好的印象 以后相处起来会有隔阂的 你想一个好一点的理由 最好是说为了你自己才考虑卖房 知道吗 老婆 你一直都很善解人意 所以这次你一定会成功的 老公给你默默打气哦 我爸妈看了我们的聊天记录 气得两眼发黑 我妈气得一直在重复两个字 离婚 我爸也点头 这样的吸血鬼家庭 确实不适合再待 我摇摇头 怕是没这么好理 我的婚姻经历再次印证了那句治理名言 父母不同意嫁的人 那就一定不能嫁 当初我跟于静在一起的时候 我妈就一直反对 她一直在跟我强调 女人下嫁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她还跟我分析了很多 说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 咱们两家家庭条件相当 那么结婚以后 我们两家都不需要你们小辈来扶持 我们长辈给你们小家的钱 你们也可以用在自己的身上 这样 你们以后的日子会过得很轻松 相反 你若是找一个长辈 都需要晚辈来帮扶的家庭 那我们给你们小家的帮助 大概率也是给南方家帮助 南方有兄弟姊妹的更甚 那时候我还让我妈默契少年穷 现在看来 我真是太过浪漫主义 太恋爱恼 他们是过来人 自然比我们看得更现实 更长远 我默默地回到房间 然后给于静回了消息 老公 我口水都说干了 我爸妈都不同意将房本给我 于静秒回 你怎么说的 有没有提到我 我冷笑一声 继续回复 怎么可能提到你 我就说 现在经济情况不好 我又怀孕 想握点现金在手上 自己能有安全感一些 结果 我妈说要现金她给我 我都已经成家了 我都已经成家了 怎么还能要他们的钱 那可是要留着他们养老的 于静迫不及待地回复 你傻呀 妈是想帮助咱们 给你钱你就拿着呗 你不拿它 还会觉得愧疚呢 恋爱脑被割掉后 再看见她的这些话 我顿觉生理不适 很反胃 但我还是忍着恶心回复 那我再去给我妈说说 让她先给我点现金 于静 现在说已经不合适了 算了 以后说给可不能再拒绝了 对了 妈有没有说要怎样才肯卖房 我发了一个很为难的表情包 然后继续打字 她说要我们离婚才行 说这是我的婚前财产 只能属于我一个人 我很不理解她 明明我跟你都结婚了 已经是一家人了 还分什么你我对不对 但他们老年人的思想 跟我们不一样 可是我怎么能跟你离婚 我不想跟你离婚老公 打完这些字后 我都被自己装模作样的本事 给折服了 于静过了很久 才给我回消息 显然 她正在跟她的家人 商量这件事 而结果毫无意外 她回 老婆 我也不想跟你离婚 但是我们可以假离对不对 等将房子过户 给姐姐他们了 我们再去领结婚证好不好 你都已经有我的孩子了 我肯定不会反悔的 我 我当然相信你呀老公 但是 我之前不是说了吗 若是将房子给姐姐 那咱们扩建老家 急用钱怎么办 于静又过了很久 才回复 我跟姐姐商量了一番 让她先把车卖了 然后咱们 再把存款拿出来凑一凑 这样就有扩建房子的钱了 后面姐姐他们有钱了 再把买房的钱给我们 你看这样可以吗 我又发了一个伤心的表情包 既然这样 那咱们就先假离婚吧 老公 我真的不想跟你离婚 呜呜呜 装了一下后 我就在网上提交了离婚申请 离婚冷静期间 于静仍然想方设法地 让我将存款给她 什么她姐一直问她 要两万块的饭钱 她妈哪里又疼了 需要去大医院做全身检查 她爸看中了一款酒 她作为儿子 看到父亲辛苦了大半辈子 连喝点酒都要看她脸色 她心里很不舒坦 她侄子想要一款乐高 她作为舅舅不好拒绝 我直接回了一句 钱存了定期 还有几个月就到期了 再等等吧老公 然后就是各种跟她哭诉 不想离婚等等 她也是厌烦了 直接不回我消息了 我乐得自在 当然我也没闲着 找了个律师 想方设法地将婚内我爸妈资助我的钱 以及自己赚的钱转移了出去 然后设计了一笔婚内夫妻共同债务 主打一个用魔法打败魔法 就这样 一直等到办理离婚那天 我爸妈给我请了两个保镖 一直悄悄地跟着我 见了于静后 我仍然哭哭啼啼地 老公 真的要离婚吗 我不想 见于静快要动容了 我又补了一句 要不咱不卖房了好不好 我一个也可以在这边养胎的 于静听完立马清醒 老婆 都说了很多次了 是假离婚 况且我都已经答应姐姐了 等你拿到房本后 咱们就去过户 我含泪点头 然后火速办完了离婚手续 分离时又依依不舍地对她说 老公 你等我 等将房子过户给姐姐后 咱们就去领结婚证 于静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回到家后 又是满屏的消息 老婆 怎么样 房本拿到了吗 拿到了 咱们就去办吧 还有 你那存款到期了吗 到了就转给我 最近花钱的地方不少 我资金有些周转不过来 我故意拖了很久才回她 等她实在等不及 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才拒接 然后给她回复信息 老公 房本是拿到了 但是 于静秒回 但是什么 我 我和我妈大吵了一架 拿到房本后才知道 这套房贷款还没还完呢 而我妈说什么 也不肯给我还 让我自己想办法 怎么办呢 老公 贷款不还清 房子没法过户 隔着屏幕我 都能想象得到 于静一家人憋屈的表情 她发了一个呵呵 然后又说 感情你们家一直防着我呢 我在屏幕前笑出了声 扬起欢快的手指打字 老公 你别怪爸妈 他们老一辈的思想是这样的 我从来没有防过你 咱们结了婚 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计较那么多干什么 于静又问 贷款还有多少没还 我回四十多万 于静 咱们上哪儿去找四十多万 我发了一个委屈的表情包 然后回 那怎么办呢 老公 要不咱还是把结婚证领回来吧 咱们不卖房了好不好 时间又过去了很久 我都能猜到 他们一家人在那边商量着什么 意料之中 于静回复 刚和我姐商量了一下 她先把车卖了 然后咱们再把存款取出来 刚好可以还贷款 那老家扩建怎么办 后面等姐姐他们还了钱再说吧 那我养胎 姐姐说就让我们还是住这套房子里 但是每个月得给他们房租 真敢想啊 这逆天的想法简直震惊我全家 我现在真的很庆幸已经跟她离婚了 不然真的不知道会被这样的家庭耗成什么样子 我又回复她 这样也行 只是我们的存款还没到期 中途取出来几万块的利息就没有了 不如再等等 但是不可能的 我已经做出了这么大让步 他们还不赶紧抓紧机会才怪 他们肯定也害怕中途再生出什么变故 趁着他们商量的时候 我又发去了信息 不然就去借几十万 等存款到期了 我就还了就行了 于静问 去哪儿借 我 我知道一个平台 只要在规定时间还了 就不会产生利息 但我之前帮朋友套过一次 于欺了丢了征信了 于静他们家 果然是很想得到我那套房子 想也没想就回 我去借 到时候 存款到了 你就转给我还了 他们的效率很高 第三天的时候 车也卖掉了 钱也借着了 于静很大气地转给我 去把贷款还了 然后我们去办过户 潜到账后 我直接将他们一家人 拉黑删除 然后报了警 报警理由是 有人私闯民宅 并强制占用 再次见面 我们是在警局做笔录 我身边跟着两个身材魁梧的保镖 于静一家人进不了我的身 他只得在远处质问我 为什么要这么骗我 你真想离婚 你可要想好 以后你肚子的孩子 可就没有爸爸了 我淡定地点了点头 没爸的人多了去了 于静转头就将我给告了 说我私藏夫妻共同财产 然后恶意骗取 前夫一家人的财产 我将事先准备好的 夫妻共同财产 和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据 交了上去 证据表明 夫妻共同财产金额为零 夫妻共同债务金额为一百万 于静一家瞪大了眼睛 一家人强烈表示要上诉 在他们上诉期间 我找人将他们赶了出去 然后换了门锁 将房子租给了因过失伤人 而进过橘子的纹身大哥 他们本想去骚扰住客 但被开门的人震慑住了 就再也没去过 于是于静又开始对我 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他换了无数个电话号码 给我发信息 老婆 别闹了 咱们去把结婚证领回来 你不能没有我 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你得为孩子的未来着想啊 他得有一个健全的家庭 我没回复 他又说 你到底什么意思 不想卖房就直说 我又不会强迫你 何必整这么多事情出来 现在要弄到打官司的阶段 到时候输了 别人又会说我一个大男人 跟你一个女人斤斤计较 我回复 等你赢了再说 于静做出了他自以为是的让步 你不想把房子卖给我姐 那就把房子过户给爸妈不就行了 然后让我姐她们住里面 到时候她们老了 这房子不也还是我们俩的吗 我回 是 她们老了是因为带不走 若是能带走 恨不得将我们这份也带走 于静过了很久回复 好好好 要这么玩是吧 你等着 官司结果出来了 于静败诉 证据显示我们没有所谓的婚内财产 而是有着一百万的婚内债务 而他后来转给我的那些钱 默认作为了婚内债务的还款 我没有去现场 因为我不知道人一旦到了穷途末路 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 于静估计近段时间也没空理会我 他正在想办法怎么去将借的钱还上 还要应付他那是钱如命的姐姐 就这样 我在娘家安心养胎到了 养水突然破开 而我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他会对自己的小孩下手 小孩没有足月 属于早产 需要进保温箱 而于静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将小孩偷了出去 并且威胁我 要我们加给他五百万 不然他就将小孩一直放在外面养着 不足月的小孩脱离了医院 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一点都不敢想 我爸妈直接选择了报警 警察找到他们的时候 于静正在为了躲避追债 而四处逃窜 最后于静和宝宝一同被送来了医院 警察描述的是 一个亡命之徒 直接对准于静的下体 来了致命的一击 表示还不起钱 就让他断子绝孙 婆婆和大姑姐一家 匆匆赶到医院的时候 我也抢救室外 等着我的宝宝 婆婆在一旁一边哭一边骂我 你这个桑门星 若不是你 我儿子怎么会这样 我诅咒你儿子永远就不回来 这样才能让你感受到我的痛苦 我儿子确实没有就回来 肺部感染太过严重 错失了最佳治疗时期 婆婆一家在手术室外拍手叫好 真是大快人心 若是你这丧门星后面 不孕不遇才好 她说这话时 给于静做手术的医生走了出来 她告诉婆婆一家 人事就过来了 但永远无法再生育了 刚才还诅咒我的婆婆 突然发了疯似的 拉住我宝宝的主治心声 医生 求你救救我孙子 他可是我们于家唯一的孙子啊 我冷冷地望着他们 听到于静还没死的时候 我一开始挺恨 后来想想 死了才是便宜她了 我要让她下辈子就这样 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 并日日夜夜为自己害死自己 唯一的后代而忏悔 于静他们回老家之前 我就找人在他们村里 大肆宣扬于静所遭受的事情 我很清楚什么叫做人言可畏 果然 于静回去没多久 受不了村里人的指指点点 就选择了自杀 只是又被救了回来 落了个半身不随 下半辈子都得在床上度过 大姑姐一家连夜收拾东西逃离 公公婆婆没办法 又只得拖着年老的身体出去到处找活干 下半辈子 他们自求多福吧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不但照顾家庭 还赚钱养家 但婆婆所谓媳妇不能宠 越宠越往头上爬的观念 让她整天都打压我 当我忍无可忍选择离婚后 她开始求我了 我说你这败嫁娘吗 放着家里舒服日子不过 非要出去抛头露面 你是要上天呢 婆婆尖利的声音像把生锈的刀子 在我耳边刮来刮去 我忍着怒气 把合同放回文件家 妈 这笔生意对公司很重要 我必须去谈 公司重要 还是你老公重要 整天就知道工作工作 怎么 你想当女强人呢 也不看看自己那副狐媚子样 我深吸一口气 告诉自己要冷静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自从嫁给赵强 她妈陈淑芬就没给过我好脸色 嫌我没家事 嫌我学历高 甚至嫌我长得好看 用她的话说 就是看着就不是个安分的 妈 您也知道赵强刚升职 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我多赚点 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 我尽量放软语气 希望她能理解 少拿你那套说辞 糊弄我 我儿子能干 用不着你在这指手画脚 陈淑芬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开始翻看电视节目 嘴里还不忘念叨 也不知道当初赵强怎么就看上你了 真是倒了八辈子没 我懒得再跟她争辩 转身拿起包准备出门 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身后传来陈淑芬阴阳怪气的声音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是想去勾引谁呀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做对不起赵强的事 我扒了你的皮 我猛地转身 看着陈淑芬那张刻薄的脸上 写满了对我的鄙夷和怀疑 心中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 够了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我嫁给赵强五年 兢兢业业 到头来在你眼里 我就是个只会勾引男人的见火 陈淑芬被我突发的怒火吓了一跳 但很快她就反应过来 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可是你婆婆 反了你了 赵强 赵强 你看看你娶的好老婆 要倒反天高了呀 我看着她那副泼妇骂街的样子 只觉得可笑至极 这就是我忍气吞声五年的好婆婆 这就是我一心一意想要维护的家庭 就在这时 门开了 赵强疲惫地走了进来 她看到剑拔弩张的我们 皱着眉头问道 怎么了 一大早的 吵什么 还没等我开口 陈淑芬就扑到赵强面前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起来 儿子啊 你可得为妈做主啊 你媳妇她 她要打我呀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陈淑芬竟然颠倒黑白 恶人先告状 而赵强 她只是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 语气不耐烦地说道 彩玲 你别没事老气咱妈 让我多休息一小时要死啊 她根本就没有询问事情的经过 甚至没有看我一眼 就直接判了我有罪 我的心 在那一刻 彻底凉了 赵强 你 我颤抖着声音 想要说些什么 可她却看都没看我一眼 静止走进了卧室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站在原地 只觉得浑身冰冷 像是掉进了万丈深渊 周围是无尽的黑暗和绝望 和客户王总的会议进行得很顺利 王总对我们公司的方案赞不绝口 临走的时候还握着我的手 笑呵呵地说 江总真是经过不让须眉呀 谁要是娶到你 那真是天大的福气 我礼貌地笑了笑 心里却毫无波澜 回到办公室 秘书小丽给我泡了杯咖啡 我一边翻阅着文件 一边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 江总 您看您工作起来又费寝忘食的 这都几点了 您还没吃午饭呢 小绿看我桌上还放着没动的午餐 忍不住念叨 我揉了揉太阳穴 公司最近确实忙 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铺在工作上 连轴转了快一个月了 没事 我还不饿呢 您可别不当回事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小丽说着 把手机递给我 对了 江总 有封匿名邮件 您看看要不要紧 我漫不经心地接过手机 点开邮件 下一秒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邮件里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人是赵强 而他怀里搂着一个年轻女孩 两人举止亲密 一看关系就不一般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 狠狠地攥住 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江总 您没事吧 小丽看我脸色不对 关切地问道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没事 你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小丽走后 我无力地靠在椅背上 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 回放着那张刺眼的照片 赵强 他竟然背叛了我 我自问结婚五年来 对赵强和他的家人 可谓是尽心尽力 毫无保留 可到头来 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我的眼眶渐渐湿润 但很快 我就将眼泪逼了回去 哭 有什么好哭的 为这种男人掉眼泪 不值得 我拿出手机 翻出律师的号码 拨了过去 喂 王律师吗 我需要你帮我调查一件事 挂断电话 我整个下午都在想着这件事 难以全心工作 熬到下班 我第一时间赶到家里 钥匙插进锁孔 转动 推开门 一股熟悉的油烟味扑面而来 混合着八角和香叶的味道 直冲我的脑门 让我一阵反胃 明知道我讨厌这些味道 他却偏偏老是放这些 我知道他就是故意 看我难受 他就高兴 回来了 陈书芬从厨房探出头 看到我 脸色立马就沉了下来 怎么板着个脸 嫌我做的饭菜难吃 也不知道早点回来做饭 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外面也 我忍着心里的怒火 换上拖鞋 淡淡地说 今天公司有个重要的客户 所以回来晚了 重要的客户 我看你是重要的野男人吧 陈书芬阴阳怪气地说 结婚五年 连个蛋都下不出来 整天就知道往外跑 谁知道你在外面干什么勾当 他的声音尖锐刺耳 像是一把把锋利的刀子 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冷冷地说 妈 请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怎么 我说错了吗 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 好吃好喝地伺候你 结果呢 你呢 你给我生了个孙子了吗 陈书芬越说越激动 唾沫星子都喷到了我的脸上 我告诉你 江采玲 你要是不想生孩子 就趁早给我滚蛋 我们老赵家 可容不下你这种不下蛋的母鸡 我再也忍不住了 猛地站起身 怒视着陈书芬 陈书芬 你别太过分了 我告诉你 我受够了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个家吗 要不是看在赵强的份上 我早就 你早就什么 你想说什么 陈书芬双手插腰 咄咄逼人 你以为你是谁呀 要不是我儿子 你以为你能住这么好的房子 开这么好的车 我告诉你 你就是我们老赵家的一条狗 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啪 我忍无可忍 一巴掌扇在了陈书芬的脸上 这一巴掌 我用了十足的力气 陈书芬被打得一个亮枪 差点摔倒在地 整个客厅 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胸膛剧烈地起伏着 眼睛死死地盯着陈书芬 一字一句地说 陈书芬 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是你的狗 我是赵强的妻子 你要是再敢侮辱我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陈书芬捂着被打的脸 眼睛瞪得像同龄一样大 他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转身走进了卧室 从包里拿出录音笔 打开 陈书芬刚才辱骂我的话语 清晰地传了出来 我拿着录音笔 走到陈书芬面前 把录音笔扔到他的脚边 冷冷地说 你自己听听 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 陈书芬脸色惨白 嘴唇颤抖着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知道他怕了 我冷笑一声 转身回了卧室 用力地关上了房门 我坐在床上 心里乱成一团 我到底该怎么办 这段婚姻 到底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这时赵强回来了 他一进门 就看到我和陈书芬 剑拔弩张地坐在客厅里 气氛压抑得可怕 怎么了 这是 一回来就吵架 就不能让我清静一会儿吗 赵强不耐烦地说道 一边脱下外套 随手扔在沙发上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 我把手机里那张刺眼的照片 递到了赵强面前 你自己看看吧 我冷冷地说 赵强愣了一下 接过手机 看了一眼 脸色顿时就变了 这 这 他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说呀 怎么不说了 我怒火中烧 这就是你说的 你在加班 赵强张了张嘴 还想解释什么 他立马把手机塞回我手里 眼神闪躲 说话都结巴了 采灵 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我想的那样 照片上搂着别的女人 亲亲我我的 不是你赵强大老板吗 难道是我眼花了 我冷冷地盯着他 心像被刀割一样疼 我 我那是应酬 生意场上 有些事身不由己 他还在狡辩 语气却越来越弱 应酬 应酬需要搂搂抱抱 亲亲热热 你当我傻子吗 我猛地站起来 把手机摔在茶几上 发出喷的一声响 这时候 一直没吭声的陈淑芬 突然开口了 行了行了 不就是几张照片吗 至于马你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妈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他都在外面 在外面怎么了 他在外面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你以为钱那么好赚啊 陈淑芬不耐烦地打断我 还瞪了我一眼 我深吸一口气 压抑着心头的怒火 妈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这是出轨 被判 出轨就出轨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男人嘛 在外面逢场作戏 很正常 陈淑芬不以为然地说 还白了我一眼 再说了 要不是你 他至于在外面找吗 你自己想想 你嫁进我们老赵家这么多年 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儿子都三十好几的人了 连个后都没有 他不着急吗 妈 你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番话居然是从我婆婆嘴里说出来的 我怎么 我还说错了不成 我告诉你 我儿子在外面有女人 那是他的本事 你要是有本事 你也去找个男人啊 陈淑芬双手插腰 一副我就是道理的泼妇模样 你 你 我气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差点没晕过去 你什么你 我告诉你 江彩玲 如果我儿子在外面有了孩子 你必须给我好好带她 那是我们老赵家的种 你要是敢对她不利 我跟你没完 看着眼前这个面目猙獰 蛮不讲理的女人 我突然觉得一阵悲哀 也彻底心寒了 我深吸一口气 强忍住心头翻涌的怒火 一字一句地说道 赵强 你妈说我打扮的花枝招展 去勾引谁 那你倒是说说 我身上的裙子 是不是你选的 赵强不耐烦地挥挥手 行了行了 别闹了 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刀子嘴豆腐心 她那是恨不得 把我生吞活泼了 我冷笑一声 赵强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想什么 你就是觉得 我现在能赚钱了 翅膀硬了 不把你这个老公 放在眼里了 是不是 赵强眼神躲闪了一下 但很快又强装镇定地说 你别胡说八道 我什么时候这么想过 你敢看着我的眼睛 说你没这么想过吗 我逼近一步 直视着他闪烁的目光 赵强心虚地别过头去 不敢与我对视 我心里一阵悲凉 曾经那个温柔体贴的男人 如今却变得如此陌生 我们离婚吧 我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语气中没有一丝波澜 仿佛只是在说一件 在平常不过的事情 你说什么 赵强猛地抬起头 脸上写满了震惊和不可置信 你疯了吗 我冷笑一声 我疯了 是谁先背叛了我们的婚姻 是谁先不要这个家的 赵强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他张了张嘴 想要反驳 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 我告诉你 赵强 我江彩玲 不是你照之即来 挥之即去的王物 我受够了你和你妈的遗旨气势 我受够了这种毫无尊严的生活 我深吸一口气 一字一句地说 陈淑芬 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是你的生育机器 更不是你们老赵家的保姆 这婚我离定了 离婚 你想都别想 我辛苦打拼的一切 凭什么分给你 这时候 赵强终于不再装 指着我的鼻子咆哮 凭什么 就凭你出轨 就凭你背叛了我们的婚姻 我毫不示弱地回击 哼 出轨 你能找到证据吗 没有证据 你就等着静身出户吧 赵强冷笑着 眼神中充满了不屑和嘲讽 证据 我会找到的 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转身就走 你 赵强还想说什么 却被我一个眼神给瞪了回去 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 用力地摔上了门 身后传来陈淑芬尖锐的咒骂声 和赵强气急败坏的咆哮声 但我已经不在乎了 转天 我按照约定来到了王律师的办公室 王律师是一位精明干练的中年女性 她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眼神犀利 给人一种不怒自危的感觉 江小姐 我已经了解了你的情况 王律师翻看着手中的文件 我已经调查了赵强的情况 她和林薇薇存在同居关系 并有一个二岁的儿子 确实婚内出轨 并且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我们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离婚并分割财产 江小姐 收集证据需要时间 尤其是财产方面 赵强很可能早就做好了准备 王律师冷静的声音 把我从愤怒的火焰中拉了回来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复着心情 可胸腔里那股怒火 却怎么也压不下去 王律师 您说的我都明白 我只想问一句 这场官司 我能赢吗 王律师食指交叉 拖着下巴 镜片后的双眼 闪过一丝金光 江小姐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你应该明白 法律不是万能的 更不是情绪的宣泄口 想要赢 我们就得打有准备的仗 我当然明白 为了这场婚姻 我清尽所有 甚至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到头来 却只换来满身伤痕 我绝不允许 自己再输一次 尤其是输给赵强 那个渣男 王律师 您需要我做什么 尽管吩咐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 语气坚定 没有一丝犹豫 王律师的嘴角 勾起一抹赞赏的微笑 首先 我们需要证明 赵强存在婚内出轨的行为 并且转移了夫妻共同财产 你之前提供的照片 只能证明他出轨 并不能作为财产分割的直接证据 照片 什么照片 我愣了一下 脑海中突然闪过 那天收到的匿名邮件 难道 江小姐 你还好吗 王律师关切地看着我 我没事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王律师 我这里还有一些东西 或许对案子有帮助 我打开随身携带的包 从里面拿出一个U盘 这是我之前偷偷复制的 里面是赵强这些年来的账单流水 和一些投资项目的资料 很好 这很有用 王律师接过U盘 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神色 江小姐 你做得很好 接下来 你还需要 王律师的话还没说完 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是赵强打来的 我冷冷一笑 接通电话 语气冰冷地说 有事 江彩玲 你闹够了没有 赶紧回来 我们好好谈谈 赵强的声音里充满了不耐烦和愤怒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 我冷笑一声 赵强 我已经决定离婚了 你也不用再费心挽回 我们法庭上见 你 赵强 气急败坏地吼道 江彩玲 你别后悔 后悔 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嫁给你 我毫不犹豫地回击道 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紧紧地握着手机 指关节因为用力过度而微微泛白 看来 我们这位赵先生很沉不住气啊 王律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我深吸一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王律师 我不会让他得逞的 我一定会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这才是我认识的江彩玲 王律师的眼中闪过一丝赞赏 记住 你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 你将获得最终的胜利 我点点头 握紧拳头 眼中燃起熊熊烈焰 赵强 林薇薇 还有陈淑芬 你们给我等着 我会让你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就在这时 王律师的助理敲了敲门 神色慌张地走了进来 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王律师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他抬起头 目光复杂地看着我 江小姐 恐怕我们有麻烦了 王律师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压低声音说 江小姐 赵强那家伙比我们想象的狡猾 他把自己大部分资产 都转移到他父母名下了 还有不少钱 估计都花在那个林薇薇身上了 这些追回需要证据 比较麻烦 我一听 气得肺都要炸了 这个混蛋 吃我的 喝我的 用我的 现在还想卷款跑路 把什么都留给他那个宝贝儿子 我猛地一拍桌子 怒火中烧 王律师 你可得帮我呀 不能让这渣男就这么跑了 王律师扶了扶眼镜 慢条思理地说 江小姐 你别着急 这事交给我 我会向法院申请 冻结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看他还有什么花招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冷静 江彩玲 你要冷静 现在可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王律师 你说得对 是我太冲动了 我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 接着问道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需要我提供什么证据吗 王律师点点头说 接下来 我们需要你配合我们收集赵强转移财产的证据 我这边会安排专业的调查人员 争取尽快找到他转移财产的证据 好 没问题 我一定全力配合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王律师接着说 还有 江小姐 我需要提醒你 赵强那边可能已经知道 你要起诉离婚的事情了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他可能会用各种手段来威胁你 甚至会对你进行人身攻击 我冷笑一声 说 哼 他敢 他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 我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王律师点点头 说 你有这个底气就好 不过 安全起见 这段时间 你最好还是小心一点 尽量不要一个人出门 也不要和陌生人接触 我知道了 谢谢王律师 我感激地说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 天已经黑了 我独自走在人来人往的街头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涌上心头 这段婚姻就像一场噩梦 我拼尽全力想要逃离 却发现自己越陷越深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赵强打来的 我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接通了电话 喂 彩玲 你在哪呢 怎么还没回家 赵强的声音 听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冷笑一声 说 赵强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彩玲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是夫妻呀 赵强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慌乱 夫妻 呵 赵强 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夫妻 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愤怒地说 彩玲 你听我说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够了 我不想再听你解释 我不想再听你解释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和你离婚 我力声说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接着 赵强突然暴跳如雷 破口大骂 江彩玲 你他妈的疯了吗 离婚 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 离了我 你什么都不是 赵强 你 我气得浑身发抖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告诉你 江彩玲 离婚 你想都别想 我辛苦打拼的一切 凭什么分给你一半 赵强恶狠狠地说 你要是识相 就乖乖给我回家 否则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冷冷地说 赵强 你不用再白费力气了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和你离婚 谁也阻止不了我 说完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把赵强的号码 拉进了黑名单 我站在原地 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 突然觉得迷茫无比 突然 一辆骚包的红色跑车 在我面前停下 刺耳的喇叭声 让我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林薇薇 那个狐狸精 从车里探出头 一脸挑衅地看着我 哟 这不是赵太太吗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老公呢 林薇薇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指 轻轻抚摸着方向盘 语气里满是嘲讽 我冷笑一声 静止从她车前走过 装什么清高啊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都什么年纪了 跟个黄脸婆似的 林薇薇尖酸刻薄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我停下脚步 转身看着她 眼神像刀子一样锋利 林薇薇 我警告你 嘴巴放干净点 我和赵强的事 还轮不到你来插嘴 怎么 被我说中心事了 恼羞成怒了 林薇薇得意地笑着 我告诉你 江彩玲 赵强现在爱的人是我 你最好识相点 赶紧跟她离婚 别在这儿碍眼 爱 就你 你也配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林薇薇 你也不过是她玩玩而已 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等她玩腻了 你就等着被一脚踹开吧 你 林薇薇气得脸色发白 指着我的手指都在颤抖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赵强说了 他一定会和你离婚 娶我进门的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 你们的结局 我冷笑着 转身离开 一周后 我收到了一份调查报告 是赵强转移财产的证据 报告显示 赵强在过去一年里 通过各种手段 把大部分家产 都转移到了 小三林薇薇的名下 虽然已经知道 但真正看到证据 心里还是五味杂陈 我还傻傻地相信她 以为她是在为这个家拼命工作 没想到 她是在忙着 杨小三 王律师说 江小姐 我已经帮你起草了一份 离婚起诉书 你只要在上面签字 我们就可以准备上庭了 好 我接过离婚起诉书 拿起笔 微微颤抖着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一刻 我心情复杂 一方面 我兴奋终于要摆脱 赵强这个渣男了 另一方面 我又有些担心 未来会怎样 江小姐 你放心 我们会全力为你争取权益的 根据我们之前的协商 你在这个家里付出了很多 理应获得更多的财产分配 王律师安慰我说 我感激地点点头 说 谢谢 麻烦你们了 不用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王律师笑着说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 我一个人走在街头 思绪纷乱 离婚官司 我一定要赢 也一定能赢 当开庭那一天 我刚走进法院的大门 就看到赵强和他的律师 站在走廊上 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赵强还是那套万年不变的西装 只不过今天系了条 骚红的领带 估计是林薇薇那小妖精 给他选的 看到我 他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 仿佛在说 就凭你也想跟我斗 我懒得搭理他 静止走向我的律师王姐 王姐是一位经验丰富 精明强干的女律师 一头利落的短发 眼神犀利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 不好惹的气场 江小姐 准备好了吗 王姐低声问我 眼神中透着一股坚定 当然 我深吸一口气 挺直了腰板 眼神坚定地看向前方 开庭后 法庭上的气氛剑拔弩张 赵强和他的律师 不断地试图抹黑我 说我不顾家 强势 甚至编造莫须有的事情 企图少分财产 我听着他们那些拙劣的谎言 心里一阵冷笑 赵强 你别装了 你敢说 你没有转移财产 你敢说 你跟林薇薇没有关系 我猛地站起来 指着她的鼻子怒吼 你把我的真心 当成什么了 你把婚姻 当成什么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江彩玲 你别血口喷人 我什么时候 转移财产了 你有什么证据 赵强故作镇定地反驳 眼神却闪烁不定 不敢指示我 证据 好 我给你证据 我把手里的文件带递交 这是你最近一年的银行流水 这是你和小三开房的记录 这是你偷偷转移公司股份的协议 你还想抵赖吗 随着我的话音落下 整个法庭一片哗然 赵强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像被人掐住了脖子一样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法官大人 我请求重新鉴定财产 并且追回被告转移的财产 我趁胜追击 语气坚定而有力 听到我的诉求 赵强一家脸色铁青 在铁证面前 他们开始耍泼 反而被法官呵斥 经过一番辩驳 法官一锤定音 本案判决如下 原告江采玲 与被告赵强离婚 婚生财产 我平住呼吸 心跳得像肋骨一样 其中房产归原告江采玲所有 被告赵强需在一个月内搬离 公司股份 我看到赵强脸色越来越难看 像吃了苍蝇一样 想反驳 却又不敢吭声 活像一只斗败的公鸡 我心里暗爽 让你这渣男出轨 让你转移财产 这下傻眼了吧 最终 原告江采玲 获得75%的财产 其余归被告所有 赠予林薇薇和父母的钱财 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立即全部退还 准许江采玲和赵强离婚 本判决即日生效 听到这句话 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浑身都放松下来 我转头看了赵强一眼 他像老了十几岁一样 满脸颓丧 似乎一夜间被掏空了 估计是在心疼他的钱吧 我走出法院 抬头看着天空 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明媚的阳光洒在我的脸上 暖洋洋的 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 恢复单身 我有了重新开始的希望 而赵强的失控和破坏 也让我更加相信自己的选择 我决心要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幸福 我转过身 看到赵强慌慌张张地跑过来 他脸上带着焦急的神色 语气里透着哀求 彩玲 我们谈谈吧 别这样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 我冷冷地看着他 赵强 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不 彩玲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赵强突然跪了下来 一把抓住我的手 痛哭流涕地说 我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不能没有你 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啊 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吓了一跳 用力想要挣脱他的手 可是他却抓得更紧了 你疯了吗 快起来 我用力甩开他的手 怒斥道 赵强 你别再演戏了 我不吃你这一套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可能了 不 彩玲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啊 赵强跪在地上 抱着我的腿 痛哭流涕 我知道我以前对不起你 我鬼迷心窍 才会做出那种事情来 可是现在我后悔了 我真的很后悔了 我不能没有你 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赵强 你醒醒吧 你根本就不爱我 你只是不甘心 不甘心你的财产被我分走 不甘心你精心策划的一切都付诸东流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眼神冰冷 我告诉你 你就算贵死在我面前 我也不会再相信你一个字了 我转身就走 不再理会身后那个绝望的男人 我还没来得及迈出第二步 身后就传来一阵刺耳的叫骂声 站住 你这个桑门星 客死了我孙子 还想独吞家产 我回过头 陈淑芬那张涂满脂粉的脸此刻 扭曲得像个厉鬼 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你这个毒妇 当初我儿子真是瞎了眼 才会娶你 结婚这么多年 连个蛋都吓不出来 现在倒好 一脚把我儿子踹了 还想卷走他的钱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妈 你别说了 赵强拉了拉陈淑芬的衣角 却被他一把甩开 我说什么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 要不是你鬼迷心窍 怎么会被这个女人 迷得神魂颠倒 现在好了 家也散了 钱也没了 你满意了 陈淑芬唾沫星子乱飞 恨不得扑上来咬我一口 陈淑芬 你别太过分 我强忍着怒火 这婚事你们赵家对不起我在先 赵强出轨 转移财产 这些事你都忘了吗 现在在这演什么苦情戏 我呸 你还有脸说 要不是你不能生 我儿子会去找别的女人吗 说到底都是你的错 陈淑芬瞒不讲理的吼道 我不能生 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陈淑芬 你儿子什么德性 你心里没点数吗 他在外面那些破事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 你 你胡说八道 陈淑芬脸色一变 眼神闪烁 显然是被我说中了痛处 我胡说 要不要我现在就报警 把你儿子那些好事都抖露出来 我冷笑一声 到时候 我看你还有什么脸面 站在这里撒泼 你敢 陈淑芬色力内忍地叫嚣着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毫不畏惧地迎上她的目光 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大不了鱼死网破 你 陈淑芬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气得浑身发抖 我懒得再跟她废话 转身就走 站住 我告诉你 江彩玲 你别想就这么算了 陈淑芬在我身后歇斯底里的咆哮 我儿子辛辛苦苦赚的钱 凭什么要分给你 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 我要让你净身出户 一分钱都别想拿走 陈淑芬恶狠狠地说 我要让你后悔一辈子 我笑了 笑得眼泪都快要出来了 陈淑芬 你未免太高估 你自己了 我告诉你 就算我一分钱都不要 你也别想把钱留给那个小三 我猛地靠近她 压低声音 一字一句地说 你应该祈祷 林薇薇的孩子是不是照强的 我可是偷偷去检查过身体 医生说我身体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你儿子 说完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法院 如我所料 陈淑芬不愿搬离 更不愿将属于我的钱财返还 在过了期限后 我第一时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很快 法院的工作人员 将赵强和陈淑芬的东西 一件件搬出来 将人强行带走 江采玲 你这个狠心的女人 你会遭报应的 陈淑芬坐在地上 拍着大腿哭天喊地 赵强无力地瘫坐在一旁 眼神空洞 仿佛失去了灵魂 曾经意气风发的她 如今像是一条丧家之犬 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风光 我收回目光 对他们的哭喊充耳不闻 这一切都是他们旧游自取 怨不得别人 江小姐 房子已经清空了 您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吗 法院的工作人员走过来 礼貌地问道 没有了 谢谢你们 我微微点头 递上一个感激的笑容 目送着法院的车离开 我转身走进空荡荡的房子 这里曾经充满了欢声笑语 如今却只剩下冰冷和死寂 我联系了中介 将这套房子挂牌出售 很快就有人联系我来看房 江小姐 这套房子我们很满意 价格方面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看房的是一对年轻夫妇 他们都很喜欢这套房子 只是价格超出了他们的预算 我看着他们期盼的眼神 脑海中浮现出自己曾经和赵强 一起为买这套房子而努力奋斗的画面 这样吧 价格我可以再降一些 就当是给你们的祝福 我微微一笑 做出了决定 最终 房子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成交 拿到房款后 我立刻去看了新房 这是一套高层公寓 视野开阔 采光极佳 站在落地窗前 整个城市尽收眼底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 离开赵强 我江彩玲一样可以活得精彩 我握紧拳头 在心中暗暗发誓 我搬进新家后 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努力学习各种技能 提升自己的能力 之前为了照顾家庭 我放弃了很多机会 如今我终于可以毫无 顾忌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公司里 我勤勤恳恳 认真负责 很快就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 我也利用业余时间 学习理财投资 让自己的积蓄不断增值 我从不主动打听赵强和林薇薇的消息 但关于他们的传闻 还是断断续续地传到我的耳朵里 听说赵强自从被赶出去后 和林薇薇住在一起 如我所料 陈书芬那个女人 就无法和儿媳相处 他们那边也闹出大矛盾 不过林薇薇这人不得不说 天生的独仙美人 把赵强哄得服服帖帖 并且把陈书芬赶去了乡下 美其名曰是养老 实际上就是眼不见心不凡 听说被送去乡下那天 陈书芬那是哭爹喊娘 但也敌不过林薇薇的美色诱惑 赵强是铁了心地 为了这个女人 舍弃老母亲 我听着这些八卦 内心毫无波澜 他们过得好与不好 都已经与我无关 我现在只想努力工作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过好自己的生活 只是让我万万没想到 林薇薇把赵强分到的钱财花光后 直接把他踢开了 而且那个二岁的孩子 真的不是赵强的 这件事在朋友圈内传的沸沸扬扬 听赵强的朋友说 他在绝望后离开了这座城市 从那之后 我就再也没见过赵强 似乎人间蒸发了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